第294章 锋刃漫天 唐婉儿一声木鹤 双手结硬 空间震荡之下 漫天的锋刃如同一道洪流直奔两人扑来 恐怖的锋刃切开了空间 令天地颤动 刺耳的音爆 宛如刮铁一般 让远处观战的人都感到骨子里发寒 就连龙尘都为之动容 如今唐婉儿的锋刃已经凝食到了一种实质 上面附带的寒意 让人感到心惊肉跳 原本唐婉儿所凝聚出的锋刃 都是竖尺大小 可是如今凝聚出的锋刃 只有八九寸宛若一把把弯越小刀 可是这些缩小了的锋刃 上面的威压却比织过去要强大十倍不止 让人看到那些锋刃就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原本那两兄弟并未把唐婉儿放在眼里 才敢如此出言不逊 可当他们看到满天锋刃的时候 吓得一声怪叫 两人同时一伸手 手中多出了一个奇怪的盾牌 那盾牌就像是铁锅一般 两个人背对背依靠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圆球一般 当当当 满天的锋刃砍在那圆球上 火星耀眼 暴响震天 那的铁球犹如置身于海浪之中 直接被震飞 不好 唐婉儿的满天锋刃实在太恐怖了 宛如一道洪流 虽然无法斩碎那的圆球 但是却直接将他们推向了擂台外 嗡 忽然圆球分开 两人手中多出了一把飞爪 直奔唐婉儿飞来 那飞爪有七尺大小 宛若巨人之手 指尖尖锐异常 后面拴住一根铁链 极为怪异 飞爪分两个方向唐婉儿抓来 角度极为刁钻 最重要的是 那飞爪临到唐婉儿身边时 张开的爪子一瞬间合拢 宛若活了过来 最让人惊骇的是 两个爪子看似同时攻来 其实上市一前一后 配合的妙道豪颠 躲避过一个 就躲避不了另外一个 唐婉儿面色不变 冷吃一声 急风顿 陡然间唐婉儿身上被密密麻麻的锋刃包裹 两只巨大的爪子 死死地抓在了锋刃组成的护盾上 那两人见抓了唐婉儿 不经大喜 同时大喝一声 全身之力爆发 要知道他们两个虽然是眼道者 但是他们的真实战力 差其他眼道者很多 不过他们两个最变态的地方就是两人心神相通 配合起来没有任何破绽 所以别人为了培养他们 给他们设计了一套怪异的兵器 让他们的攻击无比诡异与犀利 尤其他们手中的锯爪 那是经过筑器大师精心打造 锯爪内另有玄机 隐藏符纹 一旦激活那道符纹 会让锯爪的抓合力 大到一呼寻常 可以轻易捏碎钢铁 两人一见唐婉儿被困住不经大喜 同时运力激活了锯爪内部的符纹 砰 一声爆响 漫天锋刃爆碎 什么 别愿弟子不经牙子欲裂 唐婉儿竟然在两人的锯爪之下 被捏碎了 尸骨无存 小心 那两个兄弟见一击击杀了唐婉儿 不经大喜 刚要说话 忽然间传来落冰一声惊叫 小心 两人心头一惊 陡然间感到一股死亡的威胁 笼罩心头 同时后脑生风 两人大害 急忙挥动盾牌抵挡 轰 两人匆忙抵挡了一技 但觉一股大力传来 只见两人如同滚地葫芦一般 滚出老远 一人刚刚起来 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一道锋刃已经悄无声息地 站在他的腰间 扑 那人一声惨叫 鲜血飞溅而出 不光有鲜血 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流出 龙晨松了口气 唐婉儿终于明白了战斗的意义 出手风格跟以前终于不一样了 在场的人中只有图芳 洛冰和龙晨三个人知道 之前是怎么回事 原来唐婉儿在巨爪到来之前 就明白这古怪的兵器 肯定不那么好对付 而且他也没必要去对付他们 唐婉儿召唤出了漫天锋刃 遮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凝聚成了密密麻麻的护盾 实际上那护盾里面是空地 唐婉儿使用了一招惊蝉脱鞘 挤住漫天锋刃的掩护 潜到了两人的后方 就在那两人以为的手之计 悍然出手 如果不是落冰坏事 他们两个已经被杀了 可就算如此 唐婉儿一击不中 立刻盯上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家伙 直接以灵魂之力驱动一道锋刃 漫天的锋刃每一把 都有唐婉儿的灵魂印记 唐婉儿可以随时指挥任何一把袭击 不过这样的攻击过于单薄 如果换了以前 那样的攻击 根本无法给一个掩盗者造成伤害 可是现在不同了 唐婉儿的锋刃经过了变异 威力其大无比 直接切开了那人的腹部 如果不是那人在锋刃加深的时候 本能的向后一躲 早就被直接斩成两劫了 可就算如此 肚子也被切开 肠子流了出来 那人一声惨叫 抱着肚子 拉着肠子就向擂台外跑 想走 把命留下 唐婉儿冷哼一声 他恨极了这两人 之前侮辱自己 出手更是狠辣无情 他自然也不会留情了 整个场地被锋刃包围 这里是他的绝对领域 不需要动手 灵魂之力催动 距离那男子最近的数百锋刃 狠狠地对住那人斩去 那人吓得魂飞魄散 急忙用手中的盾牌抵挡 可是盾牌只能挡住一面 无法挡住另外一面 不过已经顾忌不了那么多了 不得不说 双胞胎就是强大 就在那人要被斩成碎片的时候 他的难兄难弟过来 两人的盾牌又紧紧地扣在一起 当当当 锋刃斩击之下 可是依旧奈何不了那个 由筑器大师打造的古怪兵器 不过那个状态是他们二人的 终极防护手段 刚才他们忽然分开 偷袭了唐婉儿 却差点被唐婉儿击杀 现在他们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唐婉儿吃过一次亏 就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 如今唐婉儿将漫天的锋刃 悬在圆球的上方 只要他们打开圆球 立刻会遭到雷霆一击 此时的他们就像缩进壳里的乌龟 不敢探头出来 因为只要探头 他们的将立刻被斩下 那两人此时已经被吓破胆了 唐婉儿的攻击 完全地克制住了他们 这仗根本没法打 他们两个驱动住圆球 向唐婉儿滚来 佯装要攻击 在被唐婉儿攻击后 向外滚去 想要滚出擂台 这样就算败了 他们也可以借口说 自己不小心滚出去的 而并非真的落败 可是唐婉儿 看住圆球滚落的方向 就知道他们的意图 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 无论那个圆球往哪边逃 都有锋刃将他们逼回来 没办法他们的盾太圆了 根本使不出力量硬冲 所有人都面色怪异地 看住场上 一个圆球滚来滚去 所有人的目光 都跟住圆球动来动去 落冰不禁有些皱眉 他对这两个兄弟 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们大多数时间 都在闭关 两个人熟悉他们的兵器 可是有一点他知道 知道两人的合击之术 异常厉害 不惧群战 两人练手 可以抵挡四五位 演道者的联手 如果是二对二的攻击 他们兄弟二人出道至今 同阶之中 一直保持着不败的神话 所以这二人是别院里 除了那位之外 最受重视的存在 对于这次九离秘境 别院对他们 也抱以极大的希望 可是见二人归宿在球中 也不出手攻击 不仅有些纳闷 一开始以为两人 在调整状态 或者研究攻击方式 可是这都滚了半个时辰了 不说别人 就算是观战者 眼睛都有些累了 果然看住那滚动的圆球 叹了口气道 这对兄弟 注定悲剧 这一切都是天意啊 宋明远有些不解的道 为什么 他们兄弟两个叫什么 果然道 好像一个叫博士东 一个叫博士西 这就对了 一个叫博士东 一个叫博士西 合起来就是 不是东西 你没见他们滚的方向吗 不是东 就是西 难道他老爹 早就预料过 有这么一天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果然一脸佩服的道 众人 在场中来回滚 外面的人没觉得怎么样 里面的两人受不了了 滚得晕头转向 尤其一人肠子被切断 虽然都塞进肚子里了 可是肠子里的内存 流出了不少 那酸爽的味道 让两人实在难受 再加上滚来滚去 滚得两人都要吐了 两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出去又不敢出去 如今只能想办法落败了 可是直接认输 那是绝对不行的 他们要是敢认输 以落冰的狠毒性格 绝对让他们把自己拉的屎 再吃回去 于是两人开始了破口大骂 什么难听骂什么 他们想激怒唐婉儿 反正他们对自己的乌龟壳有信心 唐婉儿愤怒了 他们才有机会滚出去 一开始唐婉儿还想着 用怎么样的方法 打开他们的乌龟壳 可是他们这么一骂 唐婉儿立即火冒三丈地 把他们的圆球定位 然后玉手结印 所有锋刃在唐婉儿的背后汇聚 犹如百川会海一般 在唐婉儿的身后 形成了一把长达百丈的巨大锋刃 那把巨大锋刃一出现 方圆千丈的空间 磅扑都凝固了 一股恐怖威压 辐射八方 原本在骆冰身后 一直对任何事情 漠不关心闭目养神的男子 忽然睁开了眼睛 一直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 浮现一抹震惊之色 死死地盯着唐婉儿的巨大锋刃 赋予斩 第二百九十五章 至尊雏形 随着唐婉儿的一声娇和 背后的锋刃 如同斩天之剑 斩破虚空 直奔那的圆球斩去 在唐婉儿的攻击 凝聚到巅峰时 骆冰和他身后的那的男子 都大吃一惊 就连图方也是一脸的震撼 龙辰更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双目之中全是惊喜之色 意志 龙辰不禁心头狂跳 没错 就是意志 唐婉儿的攻击 竟然附带着他的意志 所谓的意志 是一种玄之右玄的说法 是凌驾于气势和信心的一种至高境界 攻击中附带意志 就等于攻击不再是死的 而是附带着主人全心全灵的倾注 赋予了攻击生命 龙辰震惊的原因 是因为在龙辰所认识的人中 只有默念和引罗二人的攻击 附带这种意志 而拥有这种意志的人 被称为至尊级天才 没想到唐婉儿竟然不知不觉中 迈出了那一步 走进了另外一个领域 这怎能不让龙辰又惊又喜 轰 一声暴响 巨人斩断虚空 重重地斩在那圆球之上 那原本严丝和凤 宛若一体的圆球 立即爆碎开来 同时两个身影 如同炮弹一般飞出 那两人虽然在圆球内 不过依旧可以感应到外界的情况 本来见唐婉儿发怒 让他们二人大喜 唐婉儿的愤怒一击 绝对会把他们的圆球打飞 等到圆球飞出擂台范围 他们就可以一脸郁闷地 从圆球里出来 叹息一声 还是奇差一招 他们对自己的武器 原本有着绝对的信心 可是当发现唐婉儿的遗迹 既然附带着恐怖的意志 他们脸都下滤了 他们倒是不怕唐婉儿 将他们的盾牌劈碎 他们对自己的盾牌 有着几乎盲目的自信 他们是怕盾牌承受住了 他们却要被镇成白痴 不过显然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唐婉儿的那一击 直接把他们赖以生存的乌龟壳 硬生生地砸碎 两个人如同蛋黄一般 被砸了出来 受到那么强烈的震荡 两人直接被震得变形了 如同两团烂肉一般 向外翻滚过去 口中鲜血狂喷 鲜血中全是内脏碎块 喷喷 两声轻响 两人的身体 跌落在擂台外的地上 远远看去如同两团烂肉 气息在急速消散 洛宾脸色大变 身形移动 飞奔到两人之前 只见两人面如精致 气息几乎都要停止了 脸上开始出现淡淡的道文 先天道文 据天地气韵者方可留住 当眼道者即将死亡的时候 先天道文受到感应 会自行离去 要么另寻其主 要么消散于天地之间 见两个眼道者的气息 就要消散 落冰下的脸都绿了 伸手在两人额头上一点 庞大的灵魂之力 输入二人神魂之中 帮助二人定住 即将要消散的神魂 受到落冰的帮助 两人脸上的先天道文 这才缓缓退去 让落冰松了一口气 如果两个眼道者都死了 他就完蛋了 他大哥也就是 第三十六别院的掌门 绝对会骂死他 见两人神魂定住后 给两人喂了两颗灵丹 这样两人就死不了 不过这两人伤势太重 恐怕没有两三个月 是别想动他了 不知道在九黎秘境开启前 能不能完全恢复 想到这里 就让落冰脸色一片冰冷 双目如同利剑一般 看住唐婉儿 好狠的女娃子 唐婉儿丝毫不让地 跟落冰对视 不卑不亢的道 跟前辈相比 晚辈还需要 努力修行才是 唐婉儿虽然嘴上 没有任何骂人的字眼 不过其中嘲讽之一 已经在明显不过 我们再恨 也比你们的卑鄙强 说完唐婉儿看 都不看落冰一眼 飞身跳下擂台 回到龙臣身边 龙臣一脸的激动之色 如果不是人多 他一定上去狠狠地 给唐婉儿一个拥抱 总嫖把子威武 龙臣站直了身体 非常标准地 行了一个军礼 总嫖把子威武 别愿所有弟子 见龙臣敬礼 也跟住行礼 生振久消 唐婉儿修得满脸通红 这个混蛋老是弄一些 出人意料的举动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婉儿 恭喜你啊 至尊级强者的雏形诞生 一直保持你的不败记录 保持你坚定的道心 将来有望成为 至尊级强者 图芳也有些激动的道 唐婉儿并不知道 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不过见众人 都一脸崇拜地看住他 让他又羞又喜 尤其龙臣那充满赞赏的目光 让他心中暖暖的 这种眼神在龙臣身上 太难见到了 剑图芳这边在庆祝 骆兵脸色极为难看 本来是打算给第108别院 一个下马威 折辱他们一番 好像第一别院是好 可是好像受虏的 并不是第108别院 而是他们 九场战斗 他们只赢了两场 有一场还是凭着脸都不要了 才硬来来的 可是事到如今 蓄意挑衅之下 竟然为对方打造出了一个 准至尊级强者出来 现在的骆兵是典型的王八钻造坑 又憋气又窝火 看住图芳等人围着唐婉儿 他就一肚子不自在 双目之中带着一丝怨毒 直接将手中的名牌丢向图芳 图芳接过骆兵的名牌 在自己的名牌上一画 又是8万功勋值到手 九场战斗结束 这边赢了七场 对方赢了两场 共收入40万功勋值 不过古阳也失去了那把珍贵的金枪 让这场胜利有些不够完美 这最后一场战斗就由我来完成吧 随着一个弹幕的声音传来 一个男子轻轻一跃 跳上了擂台 那个男子看上去二十出头 面容极为普通 可是一双眼睛 如同阴眼一般 神光隐满 如同利刃一般 让人不敢直视 原本这个男子一直在人群中 甚是不引人注目 可是他一踏上擂台 整个人如利刃出桥 锋芒毕露 宛若换了一个人 在那个人身上 隐藏着一种非常奇怪的气质 彷復他就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被他俯视着 众人竟然生不出要反抗的欲望 就连图方也不禁脸色微微一变 他竟然也看走眼了 原本以为这个人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眼道者 可是他一出场 还没有爆发出气势 光凭骨子里的那股奥义 就镇住了所有人 至尊级天才 很显然 那个人是一位强大的至尊级天才 不然不会有那么强大的气场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江一帆 被称为至尊级天才 你们要仔细记住我的名字 因为这是你们将来 值得炫耀的资本 江一帆淡淡地看住众人道 声音非常的平静 没有一丝轻蔑和嘲讽 可是那高高在上的感觉 却让人更加不舒服 不得不承认 你们比我想象中 要强上那么一点点 不过依旧改变不了事实 虽然你们之中有人 刚刚觉醒了至尊气息 不过那只不过是雏形而已 想要成为真正的至尊级天才 还早呢 我在别院的时候 就听说了一个笑话 当时把我笑得半死 听说有人竟然凭挤住一段虚假的影像 就想骗取一个至尊级弟子的名额 真是笑死人了 你说是不是啊 龙臣先生 江一帆淡淡地笑道 别院这边的弟子 脸色一沉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别院 为龙臣申报至尊级弟子的事 但是那人明显是冲着龙臣来的 第一 不要叫我先生 我没教过你读书写字 第二 我很遗憾 你没有笑死 如果你笑死了 我们就不会看到 你在这里装尾巴狼了 龙臣摇头道 这个家伙强大是没错 不过他的装逼能力 比他的实力更加强大 让人不爽 不过龙臣能够猜到他的目的 所以故意针锋相对地嘲讽住 你不是爱出风头吗 哥培你就是了 修为不怎么样 嘴巴倒是蛮厉害的 难道你一身修为 都用在嘴巴上了吗 我人已经站在这里了 你还准备做缩头乌龟做多久 将一番看住龙臣 眼神之中浮现一抹轻蔑 你是没吃药就跑出来了吗 还是说要吃错了 你一个一精进中期 至尊级强者 站在擂台上 竟然舔住一张大脸 像一个凝血镜 说我在这里等你 我就纳了闷了 你是如何做到如此不要脸的 按照你的说法 我还说 我们掌门就在山上等住你去挑战呢 你去吧 我说我掌门人 一个屁就能崩死你 你信不 龙臣一脸不屑地道 龙臣 不要乱说 唐婉儿偷偷拉着龙臣道 这个混蛋 怎么老是口眉遮拦的 在数百里之外 正关注着擂台这边的凌云子 不禁脸色古怪的摇摇头 这小子怎么如此没大没小 江一帆不经一致 他想不到龙臣竟然不受他的挑衅 反唇相机如此犀利 让他一时间找不到此语来反驳 这么说你是不敢上台了 想不到龙臣你有胆子 冒充至尊级强者骗取资格 竟然没有勇气与我一战 果然传言是真的 你们第108别愿 就是一群穷疯了的骗子 江一帆冷笑道 收起你那一套吧 之前说好的十场战斗 都是同阶对战 你真的当我跟你一样白痴吗 龙臣根本不鸟他 就把他在擂台上晾住 你不是喜欢装吗 那么大的舞台够你装了 那好 你不接战我也不为难你 刚刚晋升至尊雏形的女子 我向你挑战 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能接住我十招 就算你赢了 如果你输了 就跟我走 如何 江一帆见龙臣不上当 直接转移到了唐婉儿身上 唐婉儿脸色一寒 刚要说话 忽然龙臣拉住了他 龙臣仔细看着江一帆道 你真的要跟我决战 那可是会死人的 你考虑好 第二百九十六章 不死不休 龙臣不喜欢这种战斗 认为这样的战斗 根本就没有意义 你们有那个精力在这里头 为什么不去找邪道去杀 在龙臣眼里 正道的人干别的不行 被地理使坏 耍阴谋 玩轨迹一套一套的 内斗成了他们的强项 可是一到了真正面对 狂暴的邪道弟子 就别茄子了 还有一个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龙臣心中始终有着一种危机感 他不想太多地去表现自己 他现在需要利用一切时间 让自己变得更强 来应付那即将到来的危机 而眼前这些人 不管是孙长王 还是这个江一帆 好像不把自己逼到暴怒 他们不会罢休一般 龙臣不想在大厅广众下 做这种没有意义的战斗 那会暴露自己的底牌 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他不希望引出更多的孙长王 他没时间去应付这些白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感觉到那股威胁越来越近了 同时也想起了 当初自己梦境之中 那个一拳破碎苍穹 崩碎万古的男子的一句话 时间不多了 所以龙臣最近心头无比的沉重 可是他前这集也没办法 不过他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九黎秘境之中 肯定有他迫切需要的东西 所以龙臣把所有精力 都准备在九黎秘境上 如今他珍惜每一个呼吸的时间 能增加一点力量 就增加一点 这关系到他的性命 这些天龙臣一直在修行 狂风刀法和画雷诀 刚刚回来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本来龙臣不想出手 哪怕是让谁上去走走过程 然后跳下来认输都没问题 反正还赢着呢 可是这个江一帆 眼光十分犀利 一眼看穿了龙臣的弱点 把目标指向了唐婉儿 虽然明明知道 这是江一帆的手段 可是龙臣依旧忍不住怒意声疼 他知道 这个江一帆是死死地盯上了他 如果龙臣再不应战 他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虽然这样的人为人所不齿 不过龙臣承认 他成功了 成功地激发了他的怒火 战斗又不是儿戏 就应该漠视生死 刚才这位美丽的小姐 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江一帆冷哼一声道 那是你们的人太过卑鄙无耻 就由自取唐婉儿脸色发寒 怒道 明明是他们的一个眼道者 使用了卑鄙手段 已经输了还是偷袭了谷羊 更无耻的是 夺取了谷羊最心爱的兵器 而那两个双胞胎兄弟 更加缺德 一上来就乌言晦语 嘴巴见得很 不杀他们杀谁 战斗的最终目标就是胜利 任何手段都不为过 江一帆冷笑道 你 龙臣一把拉住唐婉儿 摇摇头道 你忘记了我们以前的约定了吗 我负责对付傻瓜 你负责貌美如花 这样的小人交给我 唐婉儿被龙臣拉着手 看住龙臣脸上的笑容 唐婉儿的怒气 立刻烟消云散了 他不禁感到有些惭愧 跟龙臣相比 他太孩子气了 龙臣看住江一帆道 既然你想战 那我就奉陪你便是 不过这最后一场 我要加赌注 见龙臣答应跟江一帆对战 骆冰虽然极力掩饰 不过眼神中的那抹兴奋 依旧没能掩饰好 最后一场 我押上我之前赢的所有功勋职 外加一个进入九离秘境的名额 龙臣看住骆冰道 人群中果然身躯微微一抖 他知道龙臣为什么外加一个名额了 那个名额是为他要的 果然并非核心级弟子 他跟阿满不一样 阿满以独自击杀一位眼道者的实力 别院早就给他单独申请了一块名牌 但是他没有资格进入九离秘境 龙臣这是硬要给他打开一扇门 这让郭燃心里感动得无以加负 没问题 骆冰一口答应下来 他对江一帆有着绝对的信心 龙臣这个赌注 他求之不得 刚好可以收回自己的功勋职 至于一个核心级名额 嘿嘿 你有耐的能力吗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我赢了 骆冰你需要给我们别院所有弟子道歉 并承认自己是猪龙臣冷冷的道 骆冰脸色一变 双目之中杀鸡涌现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这是对一个先天境强者的挑衅 怎么不说话了 不敢赌的话 那就滚吧 我没空跟你们玩这种无聊游戏 龙臣冷横道 如果你输了呢 骆冰咬着牙道 如果我输了 我们玄天别院所有新弟子 全部解散龙臣斩钉截铁的道 龙臣的话 让两边的人都心头狂震 图方脸色都不禁微微一变 不过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 一个别院的所有新弟子 全部解散 这个赌注也太疯狂了吧 哈哈哈哈 好 我就答应你 骆冰眼神之中浮现一抹冷力 不过你的话 可以代表所有弟子吗 那些弟子就那么听你的 龙臣是我们的老大 他让我们去死 我们都会毫不犹豫 何况是去解散 老妖婆 你就不用操心了 果然冷笑道 老妖婆 你就不用操心了 果然说完 别院所有弟子 不管是新弟子 还是老师兄 都一起高喊道 骆冰气得脸色发子 他最恨别人叫他老妖婆 好好好 我答应你 立生死状吧 所谓的生死状 不过是一个证据 证明二人是自愿决斗 没有任何人强迫 生死与他人无关 骆冰虽然气得要死 但是他也不是傻子 如果待会将一帆将龙臣击杀 图方把这件事捅到分院上去 他骆冰绝对要负全责 虽然打着切磋交流的名号 可是一个排名三十六 一个排名一百零八 只要不是瞎子 都能看出其中的猫腻 那个时候追究下来 就算是他的掌门哥哥都照不住 可是如果二人签了生死状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属于个人行为 与本院无关 生死状都是现成的 那东西好勇斗狠的人 都会身上带着一两份 以显示自己的英勇无畏 将一帆接过两份生死状 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将生死状丢给龙晨 该你了 好好珍惜吧 这是你最后一次签名了 龙晨接过生死状 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摇摇头道 盲目的自信 是非常危险的 两卷生死状 图方手里留了一份 另外一份自然是给骆冰的 这样大家都有一份 两人签字的生死状 谁也无法作假了 不过拿到生死状后 不知道为什么 骆冰竟然有了一丝不安 那份不安来源于 图方的表情 因为图方脸色虽然有些复杂 但是并没有太多担心 难道这个龙晨 真的是一位至尊级强者 可是他的身上 为什么不具备那种意志 不过随即骆冰又放下心来 就算龙晨是至尊级强者又如何 他只有凝血巅峰而已 而将一番的修为 却已经是一经六重天了 两人之间整整相差了一个大境界 六个小境界 击杀龙晨并不是什么难事 本来骆冰并没有想要击杀龙晨 只不过是想大大地羞辱一下 第108别院 打伤打残一些弟子 狠狠地抽一下他们的脸 警告他们一下 打击一下第108别院的嚣张气焰 告诉他们有些人 不是他们可以得罪的 本来这个想法很好 可惜实施起来非常的困难 九场比试下来 他们只赢了两场 骆冰在一开场的时候 就让弟子们用流影域 将整个画面记录下来 以后好像第一别院邀功 可是如果把现在的影像 交给第一别院 他们的脸就没地方割了 这到底是抽人家的脸 还是自己上门 让人家抽脸 眼间这次计划要彻底泡汤 在后来的演道者级别的战斗时 骆冰就关照弟子 往死里杀 最好能费了唐婉儿 这样他回去就可以交代了 可是唐婉儿没费 他自己这边倒是被费了一对 这让骆冰气得想杀人 所以最后一场 他必须要给第一别院一个交代 龙臣不是号称什么至尊纪天才吗 管他是不是真的 反正只要杀了龙臣 就一口咬定 他是一位至尊纪天才 到时候凭着这件事 绝对可以跟第一别院拉好关系 以后好处绝对多多 他的使命也就圆满了 所以无论如何 龙臣必须得死 不然他回去不光无法向掌门交代 更无法向第一别院交代 江一帆和龙臣二人站在擂台之上 全场寂静一片 肃杀之气在空气之中弥漫 让人呼吸困难 今天你必死无疑江一帆到 龙臣摇摇头道 我年轻时学过算命 你名字起得不吉利 你名江一帆 谐音江一帆 在江上龙一帆的只有船 一帆船就挂了 所以死的会是你 哼 无疾之谈 依旧改变不了今日 你命丧台上的宿命 江一帆一声冷哼 龙臣淡淡地道 我龙臣从来不喜欢惹麻烦 但是也从来不怕麻烦 我不喜欢杀人 我更讨厌有人杀我 但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是 有人打我身边人的主意 如果有人那么做了 就等于触碰了我的逆灵 那样我盯住他 不死不休 那就不死不休好了 江一帆大喝一声 陡然间空间震荡 一股庞大的气息 如同潮水一般 像四面八方蔓延 第297章 一个大耳光 江一帆怒喝一声 恐怖的能量爆发 宛如海啸一般 原本站在擂台周围的弟子们 立即无法站稳 纷纷向后退去 别人这边 除了长老及强者外 所有人都向后退出数百丈 才勉强能够抵挡住 那狂暴的能量 那种能量 并不是只对身体的压迫 更是对心灵上的一种震慑 那就是至尊及强者的意志 那是一种无敌信念 在那种意志面前 任何人都抵挡不住 都要退避三社 这就是至尊及强者的恐怖 不管是别人弟子 还是对面的弟子 感受到这恐怖的威压 无不脸色苍白 即使第108别院的弟子 都经历过生死大战 也亲眼看到了 至尊及强者的激战 可是那距离太远了 他们在漫天的烟尘之中 根本看不真切 更何况当时他们也在厮杀 根本没机会去体会 至尊及强者的真正强大 如今近距离接触到 至尊及强者 才明白至尊及强者的恐怖 那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光凭自身的气势 就可以压得众人低头 在那恐怖的意志面前 他们根本心不起反抗之心 对面那些来自于 第36别院的弟子 都一脸崇拜地 看住江一帆的身影 虽然是他们的同门 但是江一帆身为至尊及强者 那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他们平时见上一面 都极为困难 更别说见他出手了 可是他们忽然发现 在气浪滚滚的擂台之上 龙臣面对着狂暴的气势 宛若没事人一般 此时的龙臣副手而立 任由气浪不停地冲刷 整个人如同磐石一般站在那里 长发飘动 衣衫飞舞 双目如星辰闪烁 丝毫不受那股气势 和意志的影响 就那么淡淡地看住江一帆 龙臣的举动 让洛宾瞳孔一缩 龙臣竟然无视江一帆的气势和意志 这就说明 龙臣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至尊级强者 这让洛宾心头一跳 原来龙臣是一个至尊级强者 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真的 要知道至尊级强者间的对决 首要条件就是要具备无敌的意志 这种意志是无数次胜利培养出来的 至尊级天才都是一生未尝一败的强者 他们的意志 都是在不停的胜利中叠加出来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胜利 培养出他们的无敌信心和意志 战斗时一旦释放出这样的意志 可以瞬间压垮别人的意志 连动手的心都生不出来 什么叫无敌 这就叫无敌 不战而屈人之兵 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可以让对方屈服 不过至尊级天才极为难得 需要从小去培养 首先要看一个人的天赋 有没有培养的价值 当一个人的天赋 达到至尊级天才的标准后 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呵护他的成长 让他始终保持不变 不能遇到无法匹敌的敌人 因为至尊级天才一旦失败 就容易信心受挫 从此失去了那种无敌意志 跌下至尊神坛 跟别人不一样的是 至尊级天才一旦受挫 就很难再起来了 基本上就算是废了 因为爬得越高 跌得就越惨 相比那些跌跌撞撞成长起来的人物 至尊级天才 在这方面脆弱地像花瓶 所以一旦发现至尊级强者 各宗门都会把他们 当成宝贝保护起来 不能让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战 所谓不公平的对战 就像现在的战斗一样 龙晨采宁血尽 而他的对手 却是一位已经中期强者 龙晨的表演 让洛宾和他身后所有弟子震惊 因为他们一开始见到龙晨的时候 看到他的修为 更加确信 龙晨击杀一位八计断骨镜强者 纯属吹嘘 可是如今见龙晨 没有释放任何气势 宛如没事人一般 站在江一帆的面前 无人不震惊 江一帆也不禁吃了一惊 他虽然感觉得出 龙晨应该有两下子 可是他绝对没想到 龙晨能如此不动声色地 就把他的气势抵住 最让他吃惊的是 属于他的王者意志 竟然锁定不了龙晨 龙晨人站在哪里 就好像不存在一般 感应不到龙晨的意志 呼 江一帆陡然间动了 一步跨出 一拳对住龙晨砸落 拳出风响 震动四眼 空气被他一拳带动 发出嗡嗡响动 宛如巨锤砸来 眼见江一帆一拳砸来 龙晨也是一拳挥出 重重地砸在江一帆的拳头上 砰 一声暴响 擂台矩阵 两人脚下的钢铁擂台 因为承受不住二人的攻击 而发生军裂 一拳过后 两人都被对方的力量 震退了几步 江一帆甩了甩手道 还不错 这样战斗起来才有点意思 不然一拳 你就死了 就太没劲了 第二拳来了 江一帆冷喝一声 又是一拳挥出 这一拳的力量 比上一拳更加强大 气势盖天 轰 两人又是一技对撞 两人脚下的擂台 终于承受不住强大的力量 崩出了一个大坑 因为擂台是钢铁打造的 崩碎的铁块 带着呼啸的进风 向四面八方飞去 周围观战的弟子 大惊 纷纷避让那些铁块 有些反应不及的弟子 直接被铁块撞中 洞穿了大腿 鲜血横流 这让所有弟子脸色一变 再次纷纷后退 这个距离已经无法保证 他们的安全了 这才刚刚开始的战斗 就如此规模 一会真正战斗起来 不知道要多恐怖呢 要是被两人的余波给砸死了 那可真是死不瞑目了 众人直接退出千丈开外 才感觉安全一点 这个距离就算有大的动作 他们也有时间反应 很好 这样才有意思 再来一拳 剑龙尘又挡住了他的一拳 将一番又是一拳挥出 砰 又是一声暴响 真个擂台在两人的攻击下 竟然布满的纹路 随时都会暴碎 十分害人 真不错 让我看看你到底 啪 江一番的话刚刚说到一半 人影一动 但觉眼前一花 一只大手狠狠地抽在 他那淡然的脸蛋上 发出一声暴响 直接将江一番抽飞出去 我受够了你那一成不变的装逼套路 龙尘冷冷地到 龙尘连续抵住了江一番的三拳 他也想知道这个江一番到底有多强 对方使多大力 他也跟注使多大力 毕竟是至尊级强者 龙尘也不敢大意 大家都循序渐进地来 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是龙尘受不了的是他打完一拳 再加一点力量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一拳过后 还需要加一点装逼台词 显得自己多么的牛逼 那份魂不在意的模样 好像在猫玩老鼠一般 龙尘想得没错 江一番确实是想像猫舟老鼠一样 慢慢地玩死他 让他在绝望之中挣扎 因为这是骆兵偷偷交给他的任务 这次他们的行动 到底算不算失败 就看江一番这一场了 所以江一番不光要赢 更要赢得漂亮 赢得轻松 最好的方式就是虐死龙尘 所以他一开始就没用权力 就是为了给龙尘一丝希望 然后慢慢磨灭龙尘这一丝希望 让他慢慢绝望 再杀了他 可是这才第三拳 他有耐心人家龙尘等不起了 趁住他不经意的时间里 直接狠狠地一个大嘴巴子抽了上去 这个嘴巴子那叫一个响 整个别院方圆数百里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鱼音缭绕 不觉于耳 若论耳光技术哪加神 玄天别院找龙尘 那是绝对没错的 龙尘那抽耳光技术 简直已经出神入化了 速度 力度 角度 三度合一 拿捏得无可挑剔 最重要的出手如电 毫无征兆 当初唐婉儿都羡慕地想拜师 龙尘都没教 这是天生神迹 加上后天的不断练习 单单以这一招而论 龙尘绝对是宗师级的人物 江一帆的话 刚刚说到一半 就感觉脑袋嗡了一下 昏昏沉沉地 等反应过来时 人已经发出几十丈开外 而且于是不衰 依旧向外急飞而去 按照这个势头 他会被抽出去数千丈开外 不好 江一帆大惊 这样下去 他马上就飞出擂台了 那样他就输了 如果这样输了 他绝对会自杀 堂堂一个至尊级天才 在擂台上直接被人一个耳光山下擂台 而且那个人只是一个凝血镜的菜鸟 他必定会成为玄天分院所有弟子的笑柄 气息极沉 让自己的双脚死死地踩在地上 可是龙尘的力量太大了 两脚在地上急速摩擦 依旧无法稳住身体 扑 江一帆手中忽然多出了一把鸭蛋粗细 一丈多长的长棍猛地往地上一插 巨大的力量 让长棍直接插入钢铁铸铸就的擂台之上 那坚固的擂台 在巨大的力量面前 宛若悉尼一般 被江一帆手中的长棍 离出了一条十几丈的大伸钩 当江一帆停下的时候 脚后跟已经踏在了擂台的边缘 只要再往外一尺 江一帆就掉下擂台了 全场一片寂静 谁能想到之前威风凛凛 宛若人间王者 充满了不可一世的至尊及强者 差点被一巴掌抽下擂台 不管是第108别院 还是第36别院的弟子 都呆呆地望着江一帆的脸 具体地说 是看住他脸上的 那个十分清晰的巴掌印 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龙晨 你找死 江一帆木火瞬间被点燃 爆喝一声 手中长棍划过虚空 对住龙晨杂落 第298章荣寿之术 这次江一帆真的怒了 再也没有虐死龙晨的心思了 他现在只想一棍子将龙晨敲死 他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屈辱 这一耳光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一棍破空 爆响震天 旁腹空气都被这一棍抽爆了 这才是江一帆真正的力量 龙晨冷哼一声 大手一伸 劈啪 空间矩阵 爆响不断 恐怖的雷霆之力在龙晨手中凝聚 瞬间化作一把长枪 长枪由雷霆之力凝聚 可是上面浮纹密布 宛如真枪 上面狂暴的力量 令空间开始大面积扭曲 轰 龙晨手中的雷霆长枪 重重地砸在江一帆的棍子上 枪棍相交 原本就布满了列文的擂台 再也支撑不住 轰然暴碎 不好 那擂台可是由钢铁铸铸铸 这一暴碎漫天的铁块飞出 进风呼啸间 让人呼吸都感觉不长 如果只是几块 大家还可以躲避一下 可是一下子就出现了这么多 根本必无可避 最吓人的是 里面有些铁块 足足有桌子那么大 这要是撞上 不死也得残废啊 图方长老光顾着 关注龙晨的战斗去了 忘记还有其他弟子呢 想要伸手阻挡 已经晚了 糟糕 图方脸色微微一变 忽然唐婉儿出现在众人前方 玉手结印 漫天锋刃在线 直奔前方的铁块斩去 那些铁块撞在唐婉儿的锋刃上 立即爆开 不过依旧有不少细小的铁块 透住过缝隙飞来 陡然间一道巨大的冰墙出现 后达十几丈的冰墙 直接被那些铁块撞碎 不过那些铁块也被阻挡在外了 众人这才抹了一把冷汗 犹豫了一下 大家又向更远的地方退去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还是安全第一 人们在网场中看去 只见擂台已经消失 龙晨和江一帆站在地上 隔住百丈距离 正望着对方 龙晨手持雷霆长枪 周围空间受到雷霆之力的影响 不停地扭曲 宛若天神将士 气盖九天 嘿嘿 终于有一件衬手的兵器了 龙晨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虽然斩鞋更加强大 不过斩鞋太重了 对他的身体会产生负荷 不宜久战 之前龙晨凝聚的火刃 虽然威力也不错 对付一般核心级弟子 绰绰有余了 可是对付眼道者 根本就不够看 一下就碎 更别说与至尊级强者对决了 现在龙晨的丹火只能用来炼丹 不过这次经过两个月的采集雷霆 他的雷霆符文变得更加强大 凝聚出的雷霆之兵 也更加的恐怖 竟然可以挡住江一帆的一击 这让他大为满意 有着这把雷霆之枪 就算大战三天三夜 他也不会觉得疲惫 怎能不让他兴奋 江一帆一脸惊骇地看住龙晨手中的长枪 一脸都不敢置信之色 他怎么也想不到 龙晨竟然具备极为罕见的雷霆之力 刚才那一击 震得他手臂发麻 同时狂暴的雷霆之力 正疯狂地破坏他的身体 他不得不好费大量的灵气 去把那雷霆之力隔绝起来 哼 就算你有雷霆之力又如何 依旧改变不了你被杀的命运 江一帆大喝一声 一霆手中长棍 对住龙晨冲来 龙晨脸上浮现一抹嘲讽 摇摇头道 口口声声说别人是猪 你自己才是猪 你这是典型的光计吃不计打 是不是脸又不疼了 龙晨手中雷霆长枪 挡开江一帆的长棍 直奔江一帆的胸口刺去 虽然龙晨没用过枪 不过他知道长兵器最适合的就是攻坚 就是连砸带筒就行了 听到龙晨的话 江一帆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龙晨的那一巴掌打得太狠了 去死吧 江一帆怒吼一声 手中长棍飞舞 带着呼啸的进风 对住龙晨一阵猛砸 龙晨不再废话 手中长枪挥舞 与之对弓 两人枪棍飞舞 暴响不断 震得尘土飞扬 泛起无边其浪 老大就是老大 不管什么时候 看老大战斗 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 果然一脸赞叹的倒 其他弟子也都点点头 看龙晨战斗 甚至比他们自己杀敌 还要过瘾 一招一式 总是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图方看住场中丝毫不让 与江一帆疯狂对战的龙晨 不经心中感慨 艺术就是艺术 这份战力堪称变态 凝血镜就可以激战一精进 至尊及天才 简直是妖孽 而且龙晨激战的时候 总是会带给人极大的感染力 龙晨出手 前进果掘 绝不拖泥带水 庞扶他与生俱来的 就带有一种无敌的自信 每一招每一式 都带着强大的信心 这种风格的战斗方式 最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 轰轰轰 两人疯狂对战 江一帆无论怎么强攻 依旧奈何不得龙晨 更无法把龙晨压入下风 这让第三十六别院的 所有弟子都惊了 要知道江一帆在 他们第三十六别院 可是最强大的存在 可是如今竟然无法 奈何一个只有凝血镜的小子 这简直太惊人了 这小子到底还是不是人 这时就连洛宾 都有些脸色变得阴晴不定了 他有些后悔 主动完成这次任务了 龙晨的战力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人 就算不能列为 至尊级天才 起码也可以列为 培养对象 如果把龙晨杀了 就算是有生死壮哉 恐怕也会引起 分怨的不满 虽然不至于 明面上为难他们 但是背地里穿小鞋 那谁说得准 可是如果不杀了龙晨 他们也无法 给人家第一别院交代 人家帮了这么大的忙 如果还不回去人情 那么以后 别想再跟人家攀交情了 一时间 骆兵也感到有些骑虎难下 不过事已至此 后悔也没用了 只能一条道跑到黑了 相对于令分院部分 高层不满 他依旧觉得 让第一别院满意 更加重要 因为分院里不少高层 都跟第一别院有关系 只要跟第一别院 打好关系 一切都好说 而想要打好关系 龙晨的死 就是最好的投名状 轰 又是一声暴响 两人都向后退了开去 江一帆冷冷地盯着龙晨 你确实有两下子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改变不了你必死的结局 龙晨把雷霆长枪 往肩膀上一抗 一脸古怪地看住江一帆倒 你又忘记脸疼了 四 江一帆刚刚想嘲讽龙晨几句 让龙晨暴跳如雷 可是龙晨一句话 直接让他的肺都要欺诈了 江一帆大吼一声 额头上浮现一道纹路 那道纹路一出现 一股可怕的力量 在他的体内喷涌而出 另八方震动 那在江一帆的额头上 有着一道宛若图画的纹路 非常的古怪 仔细看上去 庞扶那是一种猛兽 虎身蛇尾 极为古怪 随着那道纹路的出现 让几人惊骇的是 江一帆的两颗牙齿 急速长长 宛若獠牙 足有三寸 同时他的眼睛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正常的瞳孔 变成了妖异的红色 而且惊人是树瞳孔 树里的瞳孔 大多数出现在 冷血魔兽的身上 出现在人身上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兽化 龙晨一愣 此时江一帆的样子 很像当初龙晨遇到的 兽化武者 龙晨一共遇到 两次这样的人物 第一个人 就在奉明帝国时 遇到的黄肠 第二个 则是在别院考核中 遇到的赵武 不过这两个人 都被他给杀了 虽然龙晨击杀了二人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兽化后的他们 战力非常的强大 龙晨也曾经研究过 这方面的典籍 上面说 兽化是一种 非常残忍的修炼方法 修行者炼化魔兽精血 用自己的精血 去融合它 以此来获得 魔兽血脉之中的力量 不过人和魔兽的血液 根本是不同的 相互排斥得极为厉害 尤其魔兽的血液 更加强大 一不小心 就要魔兽的精血 占据了主导地位 就会暴体而亡 所以兽化 一直都不被列 为什么高等战绩 只有一些不入流的宗门 才会去休息 可是 在堂堂一个 至尊级强者身上 见到了兽化 这让龙晨 感到不可思议 兽化 嘿嘿 那是你无知 我这是伟大的融兽之术 岂是那种垃圾功法可比 现在的我 虽然只是 全部战力的一半 不过杀死你足够了 能够死在我融兽之术下 你应该感到骄傲 江一帆一脸阴森地道 同时他的声音沙哑 宛如刮铁一般难听 龙晨看住江一帆 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脸不疼了 哦 江一帆立刻发出一声 宛如野兽一般的咆哮 脚在大地上一踏 大地矩阵 人已经如同炮弹一般 对住龙晨冲来 手中长棍对住龙晨砸来 此时的江一帆速度极快 几乎身形一动 就到了龙晨面前 长棍已经到了龙晨头顶 好快 龙晨吃了一惊 手中雷霆长枪 急忙格挡 砰 一声暴响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龙晨被江一帆一棍击飞 手中那根雷霆长枪竟然崩碎了 受死吧 江一帆宁笑一声 再次向龙晨扑来 手中的长棍上光芒浮现 一股极为恐怖的契机将龙晨锁定 一棍如同泰山鸭卵一般对住龙晨砸来 龙晨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的雷霆之力 还是有待提高啊 既然如此 就该换你出场了